你好,我是犀牛 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经济中心 也是金融、商业、电信、航空、交通、媒体、艺术、电影、电视、出版、软件、医药、教育、旅游、体育等产业的中心 多伦多政策交易所是世界第七大交易所 有很多加拿大公司在这里上市 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居住在距离多伦多两小时车程之内 这里汇聚了整个加拿大约六分之一的就业机会 多伦多当地的华裔人口有50多万 是加拿大华人最多的城市 多伦多拥有大量世界各地的移民 根据2016年的统计 多伦多的居民有51.1%属于明显的少数族裔 这比例还在逐渐增加 多伦多自发形成了多个不同族裔的社区 比如唐人街、意大利社区Cosso、小意大利、小印度、希腊城、韩国城、小亚买家、小葡萄牙 和波兰社区、朗斯瓦勒等等 为了更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各种资源的分配 多伦多和12个周边城镇于1954年组成了多伦多市 市政府负责管理涉及多个城镇的事物 包括公路维修、食水供应、污水处理、公共交通等 市区的城镇区于1967年进行整顾后 分为五个市City和一个市区Boro 即旧多伦多市、东约克市、伊陶碧谷市、约克市、北约克市和释迦堡 这也为后来埋下了释迦堡和其他五个地区一直看不顺眼的缘由 1998年1月1日 六个行政区合并为新的多伦多市 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多伦多市了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多伦多市